你說你保守估計的話 他差是八成非常高的紀律 所以你不保守的話 幾乎是百分之百或九成了 什麼原因支持你做這樣的判斷 因為我去看大體的時候 跟那個急診室的病例 是他媽媽去調出來給我看的 我看了以後 看急診室病例以後 再去看大體的比對 發現裡面有四個疑點 第一就是他的嘴巴上方 這有出血了 這表示有壓迫了 然後我在追究到急診室的急診室時候 他是11點26分送到急診 可是那時候他的體溫是37.5 經過到11點56分 30分鐘以後 他降到37度 所以他是30分鐘會降0.5度 所以如果在他死的11點的時間點 他應該是38度 那為什麼一個人體溫是36.7度或37度 為什麼他會有38度 就是因為他可能有吸入非發性的麻醉劑 才會造成這個體溫的上升 所以才會有這個傷口 等於近兩點 體溫的上升要跟這個傷口 認為他有吸入 有人把他污嘴 讓他吸入那個非發性麻醉劑 讓他昏迷以後 再做其他的動作 頸部 這邊他有擦臭傷 所以表示有人有勒不住他的脖子 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 他的左手 這個手掌跟這個手腕都有出血 這表示有壓迫 我們一般是抓傷 會產生指紋 他應該不是抓傷 他是應該我們認為應該是用膝蓋 去壓迫這個所造成的一個出血 才最後我們第四點才發現說 他的手背 手上背 跟手肘 有針口 五億身價賴性高中生送醫過程曝光 救護車剛到現場就立即抬出單價 當時高中生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而法醫高大成也首度提出四大毀毅傷痕 這個地方有出血啦 就表示有人用誤誤 撞在那邊 高大成首會傷勢圖 懷疑是否被外力捂住口鼻 並推測當時賴新男子體溫平高 再度相驗高大成分析 死者議題上四種傷勢 包含口內上存的出血點 頸部瘀青 右手從手臂 手肘到手臂 一共四個針孔 最後是左手臂 大面積瘀青 其中右手的針孔傷 被賴家瑋任律師點出 不許長之處 法醫高大成更在臉書上大膽假設 爭取命案是否跟大樓的三樓 代售物件有關 希望檢警足層樓調查 針對賴家瑋任律師 及法醫高大成提出的可疑之處 即質疑剛開始是誰犯話 將死因導向從十樓最樓 檢方說早已全面掌握證據 現在就等下週解剖報告出入 18歲賴建高中生家的信箱 夾了一個夾電袋 轄區園僅從5月27號開始 在此處設立臨時巡邏點 不盡情巡前 賴姆憂心人身安全 評論員許惟知爆料 因為賴姓高中生房產 遠比想像的還要多 這筆巨額財產空 應有心人士寄予 土地開發公司 後面都有很多 刷刷中貫刷 海刷在痕跡 你想想看 這個如果以最低的標準 來看51到100億 你想怎麼不會引起黑道 賴姆先前指控兒子 30筆房產權壯 夏家依舊握在手上 律師寄出存證信函要求歸還 對方律師回函 律師表示案件偵辦中 如貿然交付 恐損及全體繼承人權益而拒絕 並強調沒有任何侵占行為 目前賴姆律師已向夏家 提告業務侵占 並提起婚姻不效之訴 耐信高中生墜樓後 衍生出的徵產風波 越演越烈 再來看一下五億高中生事件 法醫高大成在昨天 這個進行了相言第二次之後 有舉行了一場記者會 後來他跟我們連線的時候 直接說了 他覺得有八成的機率 應該是他殺 這很嚴重的說法 而且這樣的說法 現在在賴家的這個委任律師 叫許哲偉這邊 他已經提到就是說 已經發現多處疑似他殺的跡象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認為 跟主張說這個賴姓男子 當時是從高處墜樓或者怎樣 那他會有一個高處墜樓的 一個狀況 如果都沒有 而且有些奇怪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就提出來 是要增列調查的八項證據 當然你剛提到說 這個高大成這個醫師 他的想法是這樣 他說第一個 賴姓男子 他那時候從高樓墜下來的時候 他發現到 只有右手的部分是骨折的 其他的地方 並沒有所謂的 爐內出血或是腹內出血 而且提出第一個疑點 是來自於這個地方 他說什麼叫做 右手有四處不明的針孔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警方接到報案的時候 不是救護人員有來嗎 那時候醫護人員 有給這個賴姓男子打急救針 但是打在左手的部分 那右手沒有打 可是高大成說 他經過驗屍之後發現到 是有四處不明的針孔 所以他直接有懷疑講說 是不是有機會 注射下去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有提到說 驗屍之後發現到 這個賴姓男子的背部 有八個所謂的開放性的傷口 這個我認為他的論述依據 一定都是來自於是 墜樓應該不會造成那個狀況 那到底怎麼樣 會有出現這個 還有提到一個是 頸部疑似有勒痕 所以現在開始有一個質疑說 難道這件事情是只有 如果今天懷疑是他殺的話 那只有一個人嗎 還是可能有一個人以上 參與了這件事件 所以剛剛才會提到就是說 那個賴家瑋的律師 也已經要把這個東西 往上去提出 可是在整個世界裡面 大家會更在乎的第一個人 其實就是所謂的下信配 因為你跟人家婚 只有兩點鐘 人家就死了 你跟阿公有很多的疑點 你是沒有辦法講清楚的 而且最近不是這個監視器的 這個影像開始就曝光了 不是只有照片 那個都影像上面截圖了 第一個被發現到說 這一個下信的這個男子 在這個賴男墜樓之後 他居然是走著這個樓梯 很多人說你10樓電梯 你不想坐 你不坐電梯也快 他的說法是這樣 他說他因為有聯繫 他的這個所謂的賴性男子 有跟他聯繫 他沒有 卡電話都沒有照 他擔心說 如果我這中間 他回撥電話給我 我如果坐電梯 不順序要怎樣 他擔心漏接電話 你再回撥就好啦 對嘛 請不要再回撥 坐電梯說到10樓 一樓你是要坐多久 大家會覺得說奇怪 你為什麼特別要去走樓梯 好問題來了 事實上現在被發現到 在這棟大樓裡面 因為他最樓的地點 是他們現在是講說 從10樓對不對 可是這一棟樓也被發現到說 他這個下信男子的附近 可能持有這個樓層裡面 八樓跟三樓的這個 所謂的鑰匙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有持有 或者過去有買賣的這張狀況 所以那你手上 而且那時候提著一袋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第一個引了疑點 所以你看第二個 你今天如果是要的話 你是不是後來被發現到說 你穿的衣服 跟原來拍到的那個影像 也都不一樣 為什麼要換衣服 這些都很奇怪 而且第三個是案發的前一天 下信男子的哥哥說 曾經請教前往這個案發大樓 那現在就是講說 其實他們所在的這個10樓 這個地方 還有他自己的這個父親 是不是用房產的部分 因為現在有傳出來講說 是不是你們這邊有這個房產的 所以有些人在那裡進進出出 聽起來很正常 但問題是因為你如果搭到 第一個這個疑點的時候 現在大家開始會好奇講說 為什麼這麼巧 相關的人都在這個案發的 前後的時間點出現在這裡 好 其實要讓證據說話 死者已經沒有辦法 為自己申冤平反了 那麼證據到哪裡 案件就辦到哪裡 現在檢方的相驗 這個相驗報告 預計最快在下個禮拜出爐 而高大臣法醫 在這個家屬的這個母親的請託之下 也已經進行了兩次的相驗了 當然他是站在這個挑戰 挑戰去懷疑這整個事情 到底有什麼不合理之處 目前清出了四個疑點 我們現在要透過SNG連線 來聽聽高法醫的說法 你說你保守估計的話 他他是八成非常高的紀律 所以你不保守的話 幾乎是百分之百或九成的 什麼原因支持你做這樣的判斷 因為我去看大體的時候 跟那個急診室的病例是他媽媽 去調出來給我看的 我看了以後 看急診病例以後 再去看大體的比對 發現裡面有四個疑點 第一就是他的嘴巴 上方 這有出血 這表示有壓迫 然後我在追究到急診室的急診室時候 他是11點26分受到急診 可是那時候他的體溫是37.5 經過到11點56分 30分鐘以後 他降到37度 所以他是30分鐘會降0.5度 所以如果在他死的那個 11點的那個時間點 他應該是38度 那為什麼一個人體溫是36.7度或37度 為什麼他會有38度 就是因為他可能有吸入非發性的麻醉劑 才會造成這個體溫的上升 所以才會有這個傷口 等於近兩點 體溫的上升要接著傷口 認為他有吸入 有人把他污水 讓他吸入那個非發性麻醉劑 讓他昏迷以後 再做其他的動作 他們有看到頭部外傷 後來那個解剖 他沒有告訴我 他們是告訴我 好像我頭部那個爐內出血 跟護腔內也有出血 那這個出血並不一定就是墜樓 因為如果你是死後出血 沒有血塊 那當然墜樓是沒有說 但是死後墜樓 他殺了嘛對不對 這是重點 不是說你看見到有住的就一定墜落嘛 如果簡單就不用看那裡 打那裡 那裡不是這樣 是只說他的血裡面有血塊不血塊 他生前墜來 死後墜落 這個才是重點啦 因為我們發現不是只有這個 我還有還有兩個 三個重點 一個就是頸部 這邊他有擦錯傷 然後這邊有黑車 所以表示有人有勒住他的脖子 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他的左手 這個手掌跟這個手腕都有出血 這表示有壓迫 我們一般是抓傷會產生指紋 他應該不是抓傷 他是應該我們認為應該是用膝蓋 去壓迫這個所造成的一個出血 最後我們第四點才發現說 他的手背 手上背 跟手肘有針口 有針口